再给这一棵茶花也喷喷水蒸蒸湿 茶花也是喜欢这种湿度稍微高一点的环境 看土会不会缺水 也有点轻了 因为这一棵茶花的话 现在属于它的这个生长旺盛期 大家看它的这个叶子 新长出来的叶子已经慢慢的 从这个红色变成了这个绿色 所以这个红叶贝拉还是挺有意思的 会变颜色 看叶子的话都很漂亮哦 在它的这个生长旺盛期 这个水一定是要跟上的 因为长叶子是需要很多水分的 一定要浇的及时 而且现在又是这个夏天 如果浇水不及时 就很容易像之前那棵茶花一样 这个叶子粘下来 这样的话不仅会让它长得慢 而且还长不好 很影响它的这个生长 本来这个茶花就长得慢 所以在它的这个生长旺盛期 千万不要怠慢它 可以这样说 一定要重视它 水肥跟上长起来快 那么就有漂亮的花看啦 水一定要浇透 夏天除了这个浇水 喷叶也很重要 因为这个喷叶不仅可以增加湿度 还可以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 更重要的是 还可以清洗这个叶片 因为这个叶片如果长期不清洗的话 这个灰尘就会堵到它的这个气供 就会影响它进行这一些呼吸作用之类的 这个盆底油水流出了 说明就已经浇透了